請羅部長 那個羅部長 我要提醒法務部 這個中委員質詢完之後 你們那個資料要放在我桌上了 三點到了 是不是 部長 本來委員是講四點 我們催出他照三點來 對不起 這個時間先扣 先重來 我講清楚 四點是你們給我的報告 是給本會的 關於我們這個 兩岸互助協議跟引渡到 是我們早上通過的決議 第幾案 C案 這三點的這個報告啊 另外 呃對於這個 不是 對於這個 黃國昌委員所質詢的 那個是要求在今天三個月前 兩點半 這個這個 今天中委員質詢完之前啊 那個資料要放在我的桌上 欸 陳次 那個是有嗎 放進去的 有嗎 有放進去的 是報告委員 因為中午那個演習 所以他們同仁都不能回辦公室去做 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會盡快馬上趕過來 告訴我一個時間 那個 所以我們真的分身法術我們就 告訴我一個時間 好 謝謝 謝謝 部長喔 因為剛剛有聽了你對林委員答覆的 詢問的答覆啊 所以還是要先請教你不然我不知道你的標準 您剛剛貼了兩件事情 一個說你今天晚上會不會再寫新聞稿 你說你不確定 顯然對未發生的事情你不敢確定 是 是沒錯啦 那剛剛林委員問你會不會投入選舉 你要很肯定說你未來不會投入選舉 因為 那什麼事情是你肯定未來會發生的 什麼是你肯定未來不會發生的 我自己能夠決定的事情 像我要不要參選這件事情 你能決定 但是要不要寫新聞稿不是你能決定 我要看別人做了什麼事 我寫新聞稿不是自己突然想起寫就寫 是因應的人要的發生 對 因應狀況的發生才寫 那如果有人連署請你選總統你也會選嗎 不 不可能有人連署請我總統 那我看接下來我有問題呢 恐怕也不好意思再請你回答 那我再請問我們的司長 矯正司的司長 目前法務部齁 在間服刑的受刑人有多少人 大約 6萬 6萬1千多 OK 因為我看到去年的統計資料啦 那個陳明堂次長提到說 有6萬4個受刑人 那麼 他說 預所的容量有大概多少人 監獄 大概多少人 57969 大概5萬7千多 是 所以目前是超收啦 是 那我知道最嚴重的時候呢 是超收了20% 那目前仍然好像超收15% 那超收的狀況 對我們預證的管理 對我們矯正的業務 有什麼樣的困擾沒有 當然 在相對的空間裡面 超收的人數越多 我們的借戶風險會越大 借戶壓力越大 還有呢 相對影響收容人的生活品質 還有呢 還有齁 我告訴你 你們那個獄所的管理人員流動率很高啊 是 我發現常常收到你們同仁的履歷表 說要調到其他的政府機關 是不是這樣 是 那你們現在對這些獄所 特別考試錄取的這個獄所管理員 你們有限制他不能轉任 不能調到外機關去嗎 有沒有 書裡面不同意規定 不同意規定 但是各自都限制不讓他們調走 還是有很多走掉 還是有很多走掉 但是走掉才不夠多 好 那我先問一下啦 那麼你認為理想狀態下 你認為我們要繼續擴充監獄的容量 還是我們怎麼樣去解決這些獄型 要怎麼樣去抒解同仁的工作壓力 那人一直增加 你監獄有沒有多蓋 那收容的獲型人越來越多 你怎麼抒解同仁的壓力 報告委員 我們其實有很多方面的 同時在進行做的 像什麼 各自改善監鎖建築的收容狀況 可不可以有些 比如說外衣間要增加 OK好 我就問外衣間 目前外衣間有收容多少人 符合外衣間申請條件的 我看是1306 但是你們符合外衣間資格的是1萬多人 那我想請教一下 什麼樣的人可以到外衣間去 受刑人 什麼樣的條件可以去 因為我們有一個領選辦法 領選 是 受刑人是用領選的 我知道中央研究院院長是領選 他們要到外衣間去的話 我們有一個領選的辦法 OK 基本上大概是不是說 他的手 需執行的刑期已經相當短 或者說已經符合假釋的規定即將滿 或者說 域內表現不錯的 可以到外衣間 是不是這樣子 包括他的健康狀況等等 好是 那我要告訴你的外衣間的情況 就我實際的接觸 受刑人如果為了爭取去外衣間 因為外衣間的管理比較人性化 甚至還可以請假回家 所以呢 受刑人會願意遵守獄所裡面的管理 所以為了爭取良好的表現跟積分 他們會配合 但是有基本的刑期規定 大概是自由行刑期較短的 比較有機會到外衣間去 你說是不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但是長刑期還是有機會 對對對 要表現良好 而且要過半刑期才有辦法 那麼外衣間不視為一個 紓解我們監獄獄所受容不足的情況 但是之後 我們過去呢 在地方政府啊 毒品外的房子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這些更生人 就是初間的受刑人 初間期滿初間 尤其是煙毒飯 我們呢就開始加上一些 非法持有槍枝 在入肩再出來呢 以後呢 就變成傷害恐嚇啦 這些比較較重的一些 暴力的一個罪犯 那我們就發現啊 難怪很多坊間說 到監獄啊 是去進修啊 去升級啊 如果是電信詐欺的話呢 你關再多 以前都是蟲犯 出來之後 各個升級當董事長 當主犯啊 你會不會擔心 獄所反而 本來是要繳製 反而造成了這個犯罪 受刑人犯罪升級的情況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是我們真的很擔心 所以我們對於 紀人訓練他 還有他出監之後 短期自由行 跟長期的自由行 做分別的管理 在不同的軍所管理 有沒有這樣的計畫 每個監獄有他 因為設防配置的狀況不一樣 他們會依照狀況來調配 是 而且人數隨時都在變動 是 那我想請教一下 未來啊 我們看到其他國家 在一些比較輕型度的受刑人 或者說他不是比較 不是暴力犯罪的人 他們甚至能有委託 像宗教團體 做短自由行期的 預所的委託管理 有台灣的法務部 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或有人這樣跟你們提議嗎 是有人說 但是目前我們的法制 跟那個做法是距離很大 需要經過充分討論 大家都認為可行 放心 而且預算編列沒有問題 才有可能 那短期內有沒有可能 將長 較長的自由行期的受刑人 跟較短行期的自由行的受刑人 分開在不同的監獄做管理 這個目前有一點點困難 是因為他們還有些 希望在他的戶籍地去服刑 方便他的家屬來探視等等 有種種種因素 所以他還是會要有一些 那目前我們監獄分成哪些 不同類型的受刑人的管理 有男監女監 有看守所 有監獄 這是基本上很基本的分別 那麼在監獄當中 受刑 宣判確定的受刑人 有沒有考慮往長期跟短期 這樣的一個分別管理 請那個署長回答好不好 實際上我們已經有這樣的做法 是 但因為實際上還是空間有限 所以沒辦法做得很徹底 比如台北看守所 複設台北分間來講 那縮容的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 所以假如說是 新北第一院判的 台北第一院判的刑期超過三年了 就會移送 因為就我們對於 御政長期的這些初間受刑人的觀察 我們覺得呢很多 原來是比較較輕罪嫌 較短刑期的 入監之後由於跟其他的重刑犯 經常有交流 而且你也知道 不用看好來錄電影 實際生活上 他們在監獄裡面有些次文化 有些次級的 再來都是升級 我們對這個很覺得憂慮 那我們希望說 未來的分級管理 在我們的角質機關 應該趕快的去研議一個方向 你願不願意 未來繼續的往這個方向 努力來研究 可以嗎 可以 防止在監獄裡面犯罪學習的這部分 一項我們很重視 努力來做 王政長 那未來新的部長 會不會請你們跟新的部長做建議 有機會來跟我們立法院做報告 好不好 是 好我的諮詢呢 沒有再跟不到委員 多要時間了到這裡 你看我們的法務部感情多好 謝謝 好謝謝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 盧秀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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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吳智陽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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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政天才委員 政天才委員 政天才委員不在 徐燕委員 吳智陽委員